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黄丽杰制作主持的两岸IMG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黄丽杰 今天是2020年10月22号星期四 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 两岸安局节目 30分钟为您掌握 两岸焦点新闻时事 全球目前共有4000多万人 感染新冠肺炎COVID-19 台湾只有500多个病例 中国大陆则有8万5000多人确诊 两岸疫情相对其他国家轻回 但是产业仍面临冲击压力 业者如何开拓新的消费商机 此外谈到摄影 我们说照片会说话 值得是在技巧之外 如何抓住 那一瞬间 尤其是某个角度 而从专业者的眼光来看 中国大陆的新闻摄影作品 表现手法有哪些风格特色 我们在今天访问 中央涉助上海记者张淑林 带来他第一首的 采访观察 非常欢迎 淑林你好 丽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先来谈消费的商机 先从诉求健康的运动 健身风行开始说起了 如果先看到台湾 我们的都会区都有一些健身房 不过因为是在密闭的空间 所以在疫情爆发初期 上健身房的人 难免都有些顾忌 我自己同事就是了 那么当然有业者就坦言 他最近要求员工 每天要签下一个人的业绩 就是要拉业绩 对 可以想见经营是很有压力的 不过现在疫情趋缓 那么在业者做好防疫措施 情况之下 人又回笼了 不过在上海情况怎么样 我们从上游端来做一些观察好了 我们的台厂 在中国大陆是有在经营健身器材 最近淑林也有机会来接触 业者是不是来谈谈他们的一些观察 又怎么样来面对疫情 做一些行销策略的改变呢 是的 台资企业在很多领域 其实往往就是做得相当不错 在全球都有一个领先地位 所以其实在健身器材上也是这样的 有一家乔山公司 它在上海就有两个厂 然后现在在美国台湾越南也都有厂 但是主力生产就是在上海 它在全球的营收排名是前三的 甚至今年有望去争龙头 像这样子的大企业 其实在面临疫情的变化的时候 其实它受到的冲击也可能是最大的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疫情的时候 台湾这个健身房 苦哈哈这些 我记得在疫情期间 尤其最严重 二三四月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看到那个在北京啊 这些大城市里面 健身房都是关闭的 它其实是不被允许营业的 因为当时是管的这样的盐 觉得非必要的一个人群聚集的环境 都不开放 所以当时大陆的健身房的营收是更坎的 因为他们不开放的时间更多 那对台资企业乔山来讲 它只是厂在上海 但它面向的销售是全球的 全世界的 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其实现在刚刚讲了 疫情在台湾大陆可能都渐渐的比较缓和了 可是问题是欧美还在延烧 所以欧美的健身房 原本是预期10月的时候又可以开始恢复正常 但其实就没有 就受到这些影响 其实会影响到他们采购这些健身器材的计划的部分 面对这样的冲击的话 那业者怎么办呢 他们有没有想办法说 现在欧美恐怕疫情不会短时间之内缓和 会不会转到其他市场来做一些销售 把这业绩给拉起来呢 是的 在健身器器材上面 其实就会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变化 以往其实本来是商业商用的市场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健身房 俱乐部 还有饭店 就是一些业者经营的场所里面 需要购置这些健身器材设备 以往他们是最大的客户 在乔山来讲的话 六成五都是卖给商用的市场 三成五是家用 可是疫情期间 尤其大家还记得二三月的时候 隔离很多 甚至在家办公 那很多人就觉得 他需要在家运动的这个需求 反而增长起来了 所以家用的市场就成长了 那对乔山来讲还不错 就是说变化很快 因为他全产品线都有 一做商用也做家用 而且他们是很垂直整合的 就是从地板这些 一直做到说整个器材的完成 都是由他们自己来 所以他可以掌控这个产线的调度 那他是说其实整个看起来 今年还是可以比去年成长15% 那15%这个数字 也许对一年来讲正常 本来今年不应该这么少 问题就是说他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还没有成长 其实也还不错 所以就是说换到了家用市场 那事实上这个商用家用啊 这个是经过一些变化的 其实在2008年以前嘛 整个健身器材 其实是家用为主的 当时大家是比较喜欢买在家里运动 可是后来那个 大家记得08年的时候是金融危机 其实很多人的收入变少 甚至房子本来要买的 也没有买之类的 所以他们就发现说 好像我每个月缴一点钱 去健身房运动还比较划算 所以那时候商用市场就起来了 那经过了11、12年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又有了一个反转 那乔山的总经理李永凯 是跟我们分享说 预期这个疫情结束以后啊 其实商用市场还是会起来的 那对一个大厂来讲 你有全产品线的好处 就是说他还是比较灵活调度的 否则你的业绩只是现在爆发 那如果你只做家用市场 等到疫情结束以后 你的市场好像又会萎缩下去 所以其实商业界 真的是需要一些灵活的手段 来面对种种的挑战 对 硬并要非常具有弹性跟灵活的 那如果转成这个家用的话 像如果我们去健身房都会有教练 如果可以的话 但是如果回到家里头 如果说有一个随身教练 是不是现在的科技非常的发达 这个有没有具有科技感的 一些比较先进的设备啊 我觉得这个健身器材的市场 真的是变化非常快 从早期只是个举个哑铃啊 然后来比较繁复的一些设备啊 现在是完全走向科技化 智慧化 也就是说他可能就有一个 所谓的虚拟教练 你可以做一些设定 然后帮帮你自己现在体能状况 那因为真人的教练很贵嘛 那所以虚拟的教练的时候 他会也让你就算在家 或去健身房 也不一定要找到真实的教练 就可以方便的练习 那这个乔山他们自己 今年推了一款产品 看起来就像穿衣镜 它是叫做模镜 我觉得蛮有意思 就是说真的是与时俱进了 你传统做一个跑步机的厂商 现在就出了这种 它完全是靠软体的 你透过这个镜子里面 其实它是上网连接你 另外再买课程 那你就可以去看 自己做的对不对 主要是它里面 有很多专业的镜头 其实是会去扫描说 照出你自己的姿势 正确率这些 你就可以一直去调整 就是对着镜子做运动 这样子的概念 不管是一个瑜伽店 或者是举雅铃 或者是做任何部位的 那其实是透过软体 来让你达到一个健身的功能 哇 健身器材呢 也非常去智慧化 越来越方便 好 我们接下来呢 要来谈的也是在疫情之下 冲击的另外一个产业 像我们刚提到健身房 是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 接下来要谈的是电影院 以我自己来说 因为今年疫情爆发 我就没有进过电影院 真的 真的不敢去 现在大概就变得慢慢习惯了 那从一些数据看起来 在台湾可以说是惨淡经营 观众大概少了有八成上半年 那全台湾大概七十九间的戏院 在三四月的时候是不堪这个疫情亏损 曾经一度希望政府说勒令歇业算了 有些电影院我看有些干脆就装修度小月 当然有些报道最新的我也看到 说有些电影就延期上涨了 那有些预计开拍的电影 也都受到一些影响 采取观望态度 不过现在来看是中国大陆 相关的一些数据反映情况 在这方面是不是有受到疫情 比较大的冲击呢 是的 其实电影院真的也是一个 受冲击很大的行业 但是最特别是说 因为中国它在二三月 甚至到四月的时候 它采取比较严格的管控 对电影院来讲 其实是很大的打击 甚至他们一直到七月二十 才全国性的去恢复这个影院的经营 一开始也是说上座率只准 百分之五十 就是一场你最多就是卖一半 作为的票这样子 但是呢可能是因为闷太久了 所以在他们十一长假 也就是十月一号到七号八号之间的时候 整个这个电影消费大爆发 大家出不了国嘛 那要么就是国内旅游 国内旅游呢 又因为小孩子上学 他们是不太允许学童跨省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还是对疫情很防范 所以很多家长 他们还是留在自己所住的城市 当时的很多商场的 人都是非常的多的 所以带动了整个电影的消费 它十一长假期间的上座率 就调高到百分之七十五 所以整个人潮也变多了 场次也变多了 这样的结果没有想到 本来是很受冲击的这个电影院 今年呢中国的电影票房 反而在十月十五的时候 变成了全球的第一超过北美 但这里面的背景其实真的是说 因为疫情的反转 就是说在欧美呢 它还是在一个水城火热道中 所以欧美的这个电影市场 备受冲击的情况下 中国其实本来也不好 但是就变成了全球第一 这个也是有点始料未知的情形 所以呢疫情要趋缓了这个产业 才能够慢慢走出这疫情的打击 那么刚提到在台湾的这个电影业者呢 的确是受到一些冲击 当然现在比较好了 当时我们的文化部就编了五十多亿 要帮电影业者来纾困 对对对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数据 刚提到上半年播 最近数据我们还要持续来做观察 就是说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台湾的电影总票房 大概是两亿三千多万 总人次一百零三万一千多人 比较去年三月 我们的票房有七亿八千多万 总人次有三百三十五万四千多人 其实是真的有蛮大的这个落差的 好这是在我们节目前半阶段 非常谢谢中央社助上海记者张淑玲 带给我们两个焦点的 第一首采访观察 包括疫情冲击健身房 我们的台湾企业 怎么样来紧抓家用市场 这样的爆发机会 还有疫情目前还在全球延烧 不过中国大陆电影票房 目前为止到十月中旬 是要升全球第一 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数据 好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再继续连线 中央社助上海记者张淑玲 要谈的也是疫情之下 我们的网购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 消费行为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另外怎么样从摄影作品当中来看 中国大陆新闻摄影 他们到底都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拍摄 怎么样来说故事 我们节目稍后会来 不只有新闻 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 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ING 我们节目持续连线 中央社助上海记者张淑玲 继续要跟淑玲来聊的是 网购 我想应该是在疫情之下 比较算是一军突起 应该业绩还不会算太差 不过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探讨 来观察 从这个贩售商品变化 来聊好了 如果以讲求新鲜的蔬菜跟水果 也开始在扩大这个市场 其实在疫情之前 我看台湾也有一些业者 他们是跟菜农果农合作来做行销 大概都会去了 两三个小时就可以送到你们家 不过在中国大陆电商平台 规模比较大的 当然他们现在也要抢这个商机 最近你接触这些业者 或看到中国大陆的相关的报道 到底有哪些经营行销做法 或者新开发的一个趋势呢 确实在这个疫情之下 真的有很多商业上的一些变化 那就是说网购变得这样的热门 那刚刚讲的网购 我输过 以前就有 但是在疫情期间 因为有很多的社区 它是比较封闭式管理 他们其实很多都是采用说 派人出去采卖 然后大家在微信群里面沟通 然后就是采卖回来再统一分配 所以大家这个习惯也被养成了 就是说其实就我自己来说 我也是这一次的时候 就开始习惯了在线上去购买 蔬果蔬菜这些 就觉得真的是很大的优点 你不用提很重的东西 你就是选一选 那以前你会不放心 觉得说你要摸一摸 这些水果怎么样 其实你购买几次以后 你就觉得有这个信任感了 所以其实这整块是大爆发的 尤其像他们的网路巨头公司 阿里巴巴的下面有河马先生 然后京东买菜 腾讯 就是说这些大头也都投入 相关的买菜生意的时候 你就看得出来 这个趋势就起来了 那我们前阵子就去参访 在大陆也蛮有名的 叫拼多多这个网站 他现在很年轻 他才五岁而已 创立五年 他在创立三年的时候 就去上市了 去美国上市 而且就创下了很高的市值 他目前的市值大概是950亿美元 这些都是天价 那他很不简单是说 在中国大陆已经这么多 网购已经非常成熟的环境里面 好像该站有市场的 都已经瓜分了这个市场的情况下 他还一军突起 因为他就是拼嘛 拼多多 就是说很多的时候 他就是推一个商品 鼓励你去拼单 那你很快的就会去 推荐你的朋友啊 找谁啊 或者是说你加入拼单 很快就两三个人就拼一个单 就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 他也是强调低价了 所以当时他整个带动了 比较小的城市 二三线城市的这个购买力都起来了 那其实他一开始做的 也就是跟蔬果有关 他现在呢 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又规划了一个多多买菜 就是说他也投入了这个 卖菜的生意 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啊 去规划这个上网购蔬菜的部分 可见大家觉得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生意 所以呢老板脑筋动得很快 拼多多刚开始的时候就不是在沿海城市 就是在一个内陆城市开始发迹的 对 哇 这是很厉害的 但是呢 这个蔬果会不会价格比较低 其实利润还是比较低嘛 但是我们会觉得购物方便 不过这个业者可能还蛮辛苦的 对对对 刚才那个主持人有提到 在台湾什么两三小时就购物 在中国大陆这边 他们常常拼的是三十分钟内就送到 三十分钟 但是他有很多选择啦 他有的会让你选说 我要明天 这种也有 但是像河马先生阿里巴拉旗下 他当初起来最有名就是生鲜产品 他是有三十分钟送到 但这有一些条件啦 就说你必须是住家三公里内 有一家他的河马先生 他就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他们就说 这一块是蛮拼的 我们也会觉得说 卖菜应该不是一个 很高额利润的环境 那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做 其实我有看到一些分析 是指说 其实你 请问你买什么样的商品 会一直上网买 很多东西 即使是衣服 你可能也不会这么高频率去买 可是吃的 尤其是蔬菜水果 不是那种什么蛋糕啊 高价格食品 这种东西呢 你会常常的回购 因为他就是生活上需要的 那现在呢 要赚这个流量 获取新的流量 其实是成本是比较高的 你要吸收一个人上网来购物 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可是透过 买蔬菜水果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整个流量就提高了 流量提高 对于一个电商网站来讲 就有非常多的可能 他也可能会去买别的东西 他可能会使用你的券 他可能会加入你的活动 至少你就是掌握了这个客户 所以就说他背后这个逻辑啊 不是只是你这个几毛钱的这个利润 但是相对的 他后面的投入其实也蛮大的 我们刚刚讲这个拼多多的创办人 黄真 他最近前阵子在这个五周年的这个内部讲话 他就有说 这个东西卖菜生意其实是长期的 也是很苦的 因为他不是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 农民种的蔬菜到你的手中 这中间有很多的环节 他可能要在社区设一些站点 要去设一些小仓库前置仓 所以对这个电商来讲 他是有实体投入的 并不是真的只是一个下单 就直接从农民手上能够就送到你家 所以其实这个行业会如何 还蛮值得观察的 好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 伯利多销 背后其实电商看的是赚它的流量 还有很多的一些附加价值 可能还会购买其他商品 这是他们希望能够带动这个商机的 好那接下来就谈跟网购相关的 大家应该也会相当关注 不管是台湾还有中国大陆 还有其他国家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从2009年开始 拉动网购爆发力的双11购物节 去年我们看到天猫双11的战绩再次创下新高 成交总金额大概2684亿人民币 大概折合台币1.1兆 不过去年大家一定不见忘 还有美中贸易战 虽然今年谈的比较多是疫情 不过现在疫情只有台湾跟中国大陆 看起来是冲击比较小一点 但是其他国家还有疫情 这种情况之下 今年电商业者看法还是会很乐观吗 在最近有接触中国大陆电商业者 他们又怎么样来看 这一波的双11购物节已经开卖了吗 对的双11之所以 就是11月11号会变成一个购物节 大概就是在11月12年前 2009年的时候 阿里巴巴集团它创立的 当初只是想要卖掉一些 比较卖不掉的东西 没想到越做越大 这个生意就越来越火热 各家都加入 但是就说阿里巴巴仍然是龙头老大了 所以他旗下的现在这个购物网站 同一品牌天猫 或者是也有针对海外的淘宝 那这个大家还是会比较关注他们怎么做 因为他的业绩就像刚主持人讲的 都是台币都上兆了 这个就是很可观 那今年的话算是有一个突破 在他已经犯了11年的情况下 第一次不只是在11月11号这一天 他就是多增了三天 就是11月1号到3号 他就用两个阶段 就是说前面多三天 也是可以用所谓双11的这个购物节 所以在他们新闻发布会上 他们的这个总裁蒋凡就是有提到说 本来这个11月11号被称为光棍节 那有四个一嘛 光棍就是单身汉的意思 但结果现在两波就是双结棍 这当然也是一个噱头啦 就是说他们创造一些词 但是我想他背后反映的是说 经济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他需要多一点促购的时间来充业绩 那对业者来讲 他会用一个比较漂亮的话术 是说他也服务商家 就是说这是商家的期望 也帮助商家在疫情之后去恢复 这个也没有错 就是说就商家立场 他一定是希望能够卖的时间越多越好 那他还有一个优点是说 以往呢 大家很多人就是11月10号晚上 在那边等等等 到了0点12点一到 然后就开始按 按网站上的这些想购买的东西 其实不管是对软体的流量 平台的压力 或者是说之后要物流的 这个整个压力都非常的大 就是整个大爆发 那虽然说阿里巴巴在一次一次的测试里面 压力测试让他成长 问题就是说这里面难免 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体验 那现在分两阶段的话 就可以稍微舒缓 这么集中的购物的方式 至于实际的效果 可能真的就要到11月的时候 他开始会有陆续数据 就是说第一次这样子分两阶段 做有什么样的成果 到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所以整体来看还是策略行销说法 有一点点改变也拉长了一些战线 希望能够让业绩 还是能够再刷新 记录 好那么目前台湾 我是看到有一些电商业者 开始有所谓的购物攻略了 开始这个气氛也已经慢慢营造出来的 好我们后续也会来做观察 好 节目最后呢 我们要谈的是 刚刚我们提到的 就是从一个专家的眼中来看 中国大陆新闻摄影的作品 新闻界应该比较熟知的 像普利斯奖 台湾也有很多奖项的设立 来鼓励我们的从业人员 往比较优质的新闻 这方面来做些努力 谈到这个呢 因为昨天吧 书里你有机会在上海 聆听曾经获得普利斯 突发新闻摄影奖的刘湘成 跟作家许志远这场对谈 一个主要是以谈照片来陈述新闻事件 一个是以文字来描述人事物 相信会撞击许多火花 不过如果再聚焦一点 比如说摄影拍摄角度或手法来看 他们怎么样来看中国大陆 比如说新闻从业人员或民众 通常会以什么样的手法来拍摄照片呢 这个刘湘成啊 其实如果有在关注新闻摄影的人 可能很多有听过他了 因为他应该是目前 唯一得过普利斯突发新闻摄影奖的华人 他其实是美国籍的华人 那他在1970到80年代的时候 就被派来中国 就是他当时为时代周刊啊 美联社这些工作 所以他其实是中国人出生于香港 但是他是美国籍 那有机会很长期的来观察中国 直到现在他已经69岁了 当然已经退休了 但他在上海有办一个摄影中心 然后他也常常去担任那个评审委员 所以他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国参赛者 对摄影爱好者 在新闻议题表现上的一些手法 那我就觉得说他的一些观察也很有意思 真的是值得参考 那他有提到就是说 以最近我们关切的这个疫情为例 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他的摄影界的朋友呢 就带了一批摄影师 大概在疫情期间有到武汉 那里毕竟是发源地嘛 整个一开始情况是蛮严重的 他们就希望用镜头来记录这个报道这个疫情 那回来以后 这个一系列的照片给刘湘生看了 那看了就说 怎么每一张都是医生护士 医生护士 我相信如果有在关注这个疫情期间新闻的朋友 就会很能理解他在说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 就是这个穿着隔离衣啊 防护衣啊 然后都看不清楚脸部是谁啊 然后戴着口罩 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些照片好像最能反映 疫情 武汉肺炎 然后医院啊 就是这些 但是其实他要讲的就是说 一个摄影者 你如果要报道这个社会 你可能要更多更深入的观察力 他就问了一句说 那那些受疫情影响的人在哪里 就是说不是只有医生护士代表疫情 对吧 其实也可能有很多的个人 很多的家庭 受到这个疫情的冲击 那受疫情冲击 未必只有口罩这些 那其实还有很多方面方向 我们自己用想的 也是可以想出来 一个人的家庭生活里 很多方面有可能都因着这个疫情 直接间接的 受到的影响 不能出门啊 或者是有很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到 事实上他是讲的比较含蓄一点啦 但是我觉得他提到就是说 中国人的摄影啊 常常很习惯这种宏观的叙事 这种由上而下的 那他说其实官方就是会这个样子嘛 很宏观的去讲中国故事 但是他会觉得说 大家要有这个习惯 可能也不完全是官方的影响 他还其实还举了一个例 就是说水灾 其实前阵子我们有看到水灾 他手上其实有一本 不是针对今年的 是其他年份的 中国水灾的一个报道 里面长达四百页 这么厚的四百页的照片里面 去报道中国的这个水灾的情形 但是里面全是武警官兵 被杀包 但大家随着我的叙述 是可以想象那个情况 比如说可能也是很险峻啊 大家很投入的去修复啊 就是说去抢救啊 但是他说都是官兵 都是武警 就是说我们好像很缺乏 对于一些个人的关照 还有一些观察力想象力 就是说好像我一定要怎么样 才是表现水灾 其实有时候这种 他说疫情啊水灾地震 这个影响 其实是可以从很多细微的地方 去看出来的 我觉得听来真的很有感触哦 观察力跟想象力 每次我们每天接触即时新闻 如果还有时间沉淀下来的时候 就会想说 这件事情还有很多人 是不是也牵涉其中 那些人是会受到一些牵动跟影响的 当然这就是所谓的观察力 那有想象力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是值得我们新闻 从业人员去挖掘的哦 所以一张照片可以说话 到底说什么样的故事呢 真的是 所谓的专业 从这里看 但是我觉得是更需要对这个社会 人事物的一些关照 他说一张好的图片呢 值得你去阅读的 就是可以阅读图片 而不只是去观看 我觉得要做到这个 真的是蛮不容易 事实上他有提到 就说1976年 毛泽东过世后 他就来到中国了 当时他已经有预感 这个国家会改变 可是说不上来会怎么改变 他说我要面对这么大的国家 我要怎么去报道他 他当时就想 那你就是从报道眼前的人开始 观察他们的生活 里面可能有一些政治符号 就说有些东西 可能不那么直接的告诉你 可是你自己要去看 然后就可以渐渐捕捉到一些东西 我自己听的是 真的很有感触 我觉得有蛮多 值得我自己来省思的 也分享给听众朋友 好我们在今天呢 非常谢谢中央社住上海记者 张淑玲在今天 分享给我们很多的新闻焦点 包括呢 就是中国大陆 民众一般拍摄新闻照片 大部分都用什么样的角度 还欠缺哪些 或许可以多做尝试 还有疫情之下 包括健身房啦 电影票房啦 以及网购这方面的冲击 又是如何 而业者怎么样来应应呢 非常谢谢中央社住上海记者 今天带给我们这几个议题的 第一首采访观察 谢谢树玲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